嗯...好爛 請你封一下 啊!小小! Hello!大家好,我是Gidgat 話說之前Youtube有一條影片 就記錄了一個外國的億萬富翁早晨日照 那條影片都很出名 很可能都爭相模仿 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像如她所說 一個好的早晨日照 就可以幫到你整天的效率、思考 還有更好的推動力 那我明天就會按照她這個早上時間表 過一天 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令我成為一個 一個potential的億萬富翁 大家都看到了 她的早上是超多事情要做 List 是水蛇春那麼長 其實我都已經簡略了少少 一共有九樣事情要做的 那要做一個億萬富翁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 就要早起床 所以 我現在就決定教一個七點的鬧鐘 噔噔! 我經常是很晚睡 然後很晚才起床 你看到我 如果乖就是九點幾十點醒 然後再晚一點就是十一點幾十二點 所以 我的生活都很瘋 今次就要調整一下她 那我現在就準備去洗澡睡覺 明天早再和大家見面 很晚睡 現在的時間是 七點二十四分 OMG 周圍秘來的億萬富翁 這個第一個task是有少少意外的 遲了二十幾分鐘 再起床 好了 億萬富翁起床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回想自己發覺的夢 因為億萬富翁通常都會在夢裡 會找一些靈感 我想說我昨天發了一個很刺激的夢 是很緊張 整個人是很緊張 就是因為我被一張殺 但是這個夢是有什麼意義呢 第二件事就是要起來 馬上收拾一張床 對 這個是好事 完成 一收拾 整個人從頭到腳 都是整齊了這樣 嘩 它整隻眼都是眼屎 你作為未來億萬富翁的狗 你是不可以這麼多眼屎 我們擦一下吧 好嗎 乾淨了 整個人醒神爽你 是嗎 我想說我最後幾分鐘好像睡著了 死了 所以我覺得冥想是要逐步逐步 把時間慢慢加上去 就是我一來就20分鐘 可能是有點長 OK兩分鐘的運動就完成了 就是這樣一做完 那一刻好像頭腦清晰一點 而且好像很多氧氣 進入了身體 呼吸得更加好 來到下一個很不期待的環節 就是 就是沖凍水量 神經病 一大早無故沖凍水量 因為最近天氣是忽冷忽孽 我突然這樣沖凍水量 我身體會不會受得住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這個沖凍水量的用意 可能令你的頭腦清晰一點 還是要成為億萬富翁 首先要有一個底汗 還有西伯利亞人的身軀呢 那我現在先去受死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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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勇氣把mobacter放在我身上 這樣把他放在這裡 我一下子沖過去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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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很冷 現在又要沖凍水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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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都很驚癢,很想罵我這一個人在 現在洗完頭了 大家都看到我剛才沖的這個凍水量是多麼崩潰 所以我是極速 我想沖了三、四分鐘就沖出來 我沒有用平時用一些護髮素 因為如果用護髮素要塗 然後又要洗 差不多用十分鐘,我真的會凍死 還有億萬富翁的早上日常 當然要更高效和快捷 所以我這次很推薦大家可以用 Rejoice的免沖洗護髮素 它很方便,很棒 它就有不同傳統的護髮素 只要一抹一吹,就可以令你的頭髮很順滑 而且就算是潮濕、藝菊的天氣 都可以做到不黏黏 就讓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是很容易推開 很輕的 它是吸收得很快 就是我用一用這個吸油紙 這樣印下去 其實也不會油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的頭髮是極度卡 我用一把梳這樣梳 真的完全梳不到 因為我早兩天還要染了髮 所以頭髮是很差的 通常我洗完頭 就會把這個 Rejoice的免沖洗護髮素 塗在濕的頭髮上面 長頭髮大約是用3-4泵 它是用了創新科技 還有有微米的滋潤因子 所以一塗就感覺到它很吸收 而且馬上滋潤了順滑了很多 而且用它的手真的沒有殘留 不黏黏 平時用一些護髮油 你會覺得手很黏 很想洗手 但用了它之後 真的不用了 很方便 你看 都不黏的 剛才塗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用風筒吹乾了 而且現在摸下去 都很順滑 完全不會結束 大家看看 吹乾完頭髮之後 是穿得很順滑 沒有那麼無躁 而且充滿光澤感 好像很有養分 而且可以一梳就梳到 超誇張 剛才是超激的 所以我最近都很喜歡用它 用完之後 你都會覺得髮質有改善 這個真的很推薦大家可以試試 有驚喜 接著就要寫日記 這麼有趣 早上寫日記 都還沒開始今天 那是不是真的要計劃一下 今天要做什麼 OK 寫完 可以讀給大家聽 今天在拍億萬富翁的早晨的照片 我已經很久沒寫字 字很醜 我現在很睏 加肚餓 不過感覺今天可以做到很多事 剛剛還沖了涼 很生氣 中午 想吃好吃的 但我再減肥 究竟好不好去吃淡仔 還是吃清淡蒜 怎樣怎樣 今天加油 心心 下一個要寫的東西 就是一個 to do list to feel list 和to be list to do 今天就要拍一條大約一分鐘的影片 然後就要瘋狂剪片 然後就想做30分鐘的HIIT to feel 就是想今天可以感受到自己很勤力 很有效率 而且是精神 精神是重點 所以我加了兩個感嘆號給他 精神 而to be 就是想成為一個每天都在進步的人 我覺得短短這5分鐘 寫了日記和這些list 都很好 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 想想今天有什麼目標 嗯 這個很好 真的可以參考一下 這本書雖然我只看了20分鐘 看了40頁左右 但是我突然之間有些新的啟發 他就說只有人類才會測量時間 都是因為這樣 只有人類才會受到一種恐懼折磨 就是時間快要用完的恐懼 然後我看到 咦? 突然就叮一聲 對呀 其他生物是沒有一個時間的概念 但是人可能有時間 時裝 就會令到生活方便很多 但是同時 會有一種恐懼 就會計算 現在多少歲 還有多長時間要做什麼 所以這一本好像是一本 挺有啟發性 挺有意義的書 現在富翁呢 終於肯吃點東西了 我已經很肚餓了 但是呢 他就是喝Smoothie的 難道他早餐只是喝Smoothie 也挺健康的 但是我肚餓了 所以我就想做一個 也算是飽肚一點 我看網上說 是外國的模特兒 都會吃這個做早餐的 首先就加了可可粉 然後加一點即食的厭物片 然後就有我昨天冰了的水果 咦? 為什麼這條椒變了啡色呢? 我知道了 是不是平日冰凍的香蕉呢? 是應該撕了皮才冰凍它 OMG 它現在是硬得 可以打死人那種 好啊 另外呢 我也冰凍了一些藍莓 香蕉 嗯! 超好喝 這個真的超好喝 我沒有誇張 這麼好喝的東西 可以減脂減肥? 它是很濃郁啦 但好像平日在一些漢堡包店喝到的奶色 還有一些厭物 所以會有一點咬口 哇!很棒啊這個! 我真心喝了它 減肥餐 不怕 我真的願意每天都喝它 很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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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 看到我真的清洗了這一杯 就知道它真的好喝了 大家都要試一下 其實現在時間已經是10點20分了 嘩! 我搞這一大堆的routine 搞了三個小時 不過是算了拍片的 嘩!如果每一天都有這個routine 都真的有點累 不是開玩笑 不過我覺得做了一整套之後 其實現在的人都精神的 充滿活力 很想快點努力工作 那我現在呢 就可以正式開始我今天的工作了 Let's go! 對 沒錯 我現在又在剪片 其實我的生活都很悶 都是剪片拍片剪片拍片 然後 通常 就是有早 可能10點 11點 然後剪到晚上 可能11點幾 12點 死了 打核刺了 是不是今早 衝動水涼冷疹 不過我覺得今天呢 效率很高 其實我也做了很多事情 有拍片 剪片 和客人打電話 那現在才是4點半 好像都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那還有呢 其實現在呢 去到中午 都是覺得頭髮很清爽 很順滑 所以我覺得這個rejoice的面 充洗護髮素 都挺持久的 你看到現在用了六七個小時之後 頭髮依然是那麼油順 那麼有光澤感 所以呢 就不只是用完那一刻有效果 那現在呢 就可以很方便 很省時間地 輕鬆護髮了 好了 那現在呢 已經11點多了 我都很睏 準備洗澡睡覺了 那今天呢 就跟了這個億萬富翁 過了一個早晨日常 那如果問我 之後會不會再跟足呢 答案是 絕對不會 有一些活動是真的挺欣賞的 但如果 叫我每天都這樣跟足 我真的會死 我自己最喜歡的活動 就會是做運動 看書 還有寫to do list 做完之後呢 個人好像真的有目標了 有一些啟發 而且頭腦都會清晰一點 最不喜歡 就一定是沖冷水涼 雖然無可否認 我覺得沖完之後 整個人真的醒了 是更加有火啊 那如果問我今天工作的效率 有沒有提高了呢 我覺得少許 但是主要對我來說 是時間多了 夠用了 還有 就是因為早上已經整理了絲水 好像會更加快進入工作 mode 平時一定是磨勁來的 我覺得這個morning routine 其實都是給我們做參考 都是要根據自己的情況 作出調整 那最重要是 自己的身體適應到 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事半功倍 好啦 那今天這個實測影片 就差不多了 希望我之後培養到 一個morning routine之後 都可以做到一個億萬富翁 那如果大家喜歡 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 和subscribe 還有follow我的IG 還有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平時早上喜歡做些什麼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